一大早 车辆余冠进入 官员涉台智库学者 齐聚大陆国台办 严正以待全程紧盯 蔡总统的两岸论述 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当中 没有提到九二共事 只强调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以及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 这样说法显然大陆方面 没有办法接受 国台办发新闻稿声明 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事 和认同其核心意涵 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 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国台办陆委会 海基海协的沟通谈判机制 都是建立在九二共事上 不过大陆学者有不同解读 厦门大学台研院院长刘国生表示 大陆虽不满意可以容忍 特别是提到宪法 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是在一国框架下 北京清大台研院副院长 吴永平也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两岸关系在未来 在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各种可能性 就增加了 这是我觉得第一步 要有个好的开端 怎么听听蔡英文怎么说 下面还得 还不够 还得看蔡英文怎么做 言行要一致 不过大陆学者认为 两岸关系不是静态词汇 必须是动态性观察 除了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教科书克纲 公投法 以及民进党政府 对南海问题的态度 都是大陆的观察重点 记得李宗芳阳七号 北京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医 正确认词汇 由于 认词森 赡英文人 今后 这是两国公共和大陆学者的 由于